十月刑犯中 哥布林杀手肯定是最刷新大家三观的动画 国外很多圣母一看到杀小哥布林的场景 就集体螺旋升天了 全然不顾作品本身的世界观设定 对这一暴行口诛笔伐 就像烧了他们家祖坟一样激动 而对于国内的大部分观众来说 震惊的当然不是什么杀不杀小哥布林 而是 哥布林怎么他妈会那么强 在以往的很多作品中 不管是小说漫画还是游戏里 哥布林都是很弱的东西 是出了新手村就没有几个有兴趣去刷的小怪物 大家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这么看待哥布林的 结果随后就被哥布林团灭了 动漫女主也差点变成了安慰已优 于是众人都卧槽了 哥布林还能这么强 但在最近的一些动漫作品里 哥布林杀手里的哥布林其实也没有那么强 比如同样是十月新翻里的 史奥天回家的哥布林 虽然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的弱 是森林里强度倒数的倍劣使者 不过自从十奥天给起了名字以后 一下子就晋升了等级 男性除了哥布塔 每个都变得健壮有力 而女性哥布林更是让宅男们胯下一景 总觉得单身久了 现在看个哥布林也是美清母秀的 在鬼人族登场以前 恐怕春奈还是很能让大家歪歪一下的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 在十奥天给哥布林取名字以后 他们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哥布林了 而是都至少成了哥布林杀手里的 哥布林英雄一样的存在 不过就算他们在晋升以前 光是有组织有交流这一点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要比哥布林杀手里的哥布林强一点了 他们看起来比较弱 无非是没有更好的装备 以及不够残暴而已 真正的战斗力也不见得就比隔壁差多少 哥布林杀手说过 哥布林单体其实很弱小 成年体也就一个小孩子的战斗力 类比的话大概就是个超级熊孩子那样 要说和哥布林杀手里的哥布林最相近的 应该还是归于幻想的 格林姆加尔里的哥布林 两者无论是智力战斗力和战果 应该都差不太多 或许后者还更强一点 单体都能和主角们打得有来有回 不过考虑到主角队也是刚穿越不久 实际上是并没有多少战斗技能的普通少年少女 应该不比哥布林杀手里那些 出来混的白痴冒险者强 所以两者应该也都差不多 而他们的残暴度也比较相当 最大的区别或许是 哥布林杀手里的哥布林 更具有侵略性 而格林姆加尔里的更贴近游戏 主要还是等着主角们打上门去 最后两者的战果展示也比较类似 一个是开场就干掉了冒险者小队 一个是开场就干掉了冒险者队长 也都是通过这些经典的战力 向大家展示了哥布林的能力 再接着是大家特别喜欢的 古奥天手下的哥布林 这些哥布林明显就要强护制一个档次了 第三季最后出来的哥布林大军就不用说了 不但装备齐全组织严密而且有着明确的分工 重步兵狼起兵魔法师甚至还有暗杀队 除了体型交矮一点外 无论是单体还是整体都不弱于正规军队 能把人类大军撵着跑 哥布林杀手的世界里要是出现这种东西 恐怕大家都得忘掉什么魔鬼魔王专心打哥布林了 而即便不算哥布林大军 光是村娘刚开始召唤出来的那几只也明显具有超过一般冒险者的实力 更不用说他们还能自由交谈 有着不输给成年人的智力 不过古奥天手下的这些哥布林虽然很强 但毕竟只是最外围的成员 在整部作品里也只是配角龙套一样的角色 所以再强也就那样了 而最近有一部百合搞笑的作品里 一只雌性哥布林不但成了主角 还不小心把等级练到了99级 战斗力和魔王一样强大 哥布林已经够强了李的本山魁 本身就是一只普通的哥布林 只是因为运气超好 连续碰到了100个冰死的勇者 补刀后就升级到了高级魔物的战斗力 而有了第一桶金以后 在不断的工作中又干掉了无数勇者和冒险者 升满了鸡 变成了可以徒手最大师 光脚裂大地的强大哥布林 由于是搞笑轻松的百合作品 所以这只哥布林除了皮肤是绿色的以外 其他外在表现和人没啥区别 就是喜欢恶作剧一样的少女 而其强大也是搞笑般的夸张 一般等级的勇者或者冒险者 无论怎么拿刀砍他拿魔法轰炭 也就只能给他造成十位数左右的伤害 而他的血量又是百万等级 还自在每秒恢复百分比血量的被动 比18级的德马还硬 所以根本就没得打 遇到他就只有被杀回成一个结果 除了本山魁外 要说强大的哥布林还有一部作品是Remounce的 就是穿越成了哥布林然后开刮冒险这种 不过由于题材的关系 特别是因为这部作品里的哥布林 也是和哥布林杀手里的一样 所以就不怎么介绍了 有兴趣的可以去翻译一下 哥布林作为幻象题材里经常出现的物种 现在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相比较来说 哥布林杀手里的就是相当现实的设定 所以有着残暴贪婪的本性 而之所以让大家觉得他们比较强 其实还是因为主角们的战斗力硬撑的 毕竟一般作品里可不会设定法师 只能用三四次魔法这种事啊